众所皆知,粮食安全是每一个国家的一级主要风险。 随着冠状病毒危机的爆发,许多国家粮食供应链的中断, 它们影响粮食生产的冲击以及收入和经济的损失, 造成了严重的紧张局势和粮食安全风险。 新冠肺炎大流行不但是原本就缺乏粮食的6.9亿人口快速地增加了一倍, 目前全球也已经超过30亿人负担不起健康的饮食。 许多国家和组织正在做出特别努力,希望能够确保农业产能, 降低这次将面对严重的粮荒问题。 尽管目前全球食品价格还算稳定, 但也有许多国家的零售食品价格上涨水平却是各不相同。 以巴西为例,光是大米和食物用油的价格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上涨了两倍多。 这明显地反映出,由于新冠肺炎、货币贬值和其他等因素, 造成了食品供应中断、价格飞涨, 造成民众害怕无力负担物价、恐慌不安的情绪反映及社会治安的问题。 世界银行快速地在许多国家进行电话调查结果, 证实了新冠肺炎对家庭收入和粮食安全的广泛影响, 尤其是低收入的人群。 联合国秘书长认为粮食安全形势严峻, 呼吁全球人类应该要共同来重视和应对这个问题, 特别是在这段非常时期, 因为我们不确定我们还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, 我们需要提高对食物浪费的认识。 我支持全球的食物无费的认识。 我支持全球不浪费粮食行动。 我是黎淑英,我在休斯顿。 支持全球不浪费粮食行动。 我是知秋意,我在北京。 有很多热在世界上, 我支持这个阶段对食物浪费的认识。 支持全球粮食不浪费行动。 我是张勇熙,在巴西。 或许,这是我们所有人重新思考和食物之间关系的重要机会。 希望这场危机将使我们更加强大, 使我们所有人与环境, 和我们的资源保持更和谐的关系, 不浪费食物的共同理念, 就是迈向目标的第一步。 想想,只要省下你的一点点粮食, 就可挽救全球无数的生命。 更何况,拒绝浪费粮食不但解决全球粮荒, 又可保育地球生态环境。 可说是一举两得。 您说呢? 支持全球不浪费粮食行动。 我是国际然,我在台湾。 支持全球不浪费粮食行动。 我是温义侠,我在台湾。 支持全球不浪费粮食行动。 我是郭修敏,我在泰国。 不浪费粮食物,不浪费粮食行动。 不浪费粮食行动不浪费粮食行动。 支持全球不浪费粮食行动。 我是陈清慧,在南非。 珍惜食物保育地球。 不浪费粮食行动。 就由我做起。 找dio买集行动。 不浪费粮食行动也会离开。